首先我們要配置汽油 油箱蓋內的機油涼杯 一杯配一桶汽油 汽油的容積大概4公升 剛好配上一杯機油 機油需要是二行程專用機油 請注意需要先將汽油加入再倒機油 倒入機油之後充分搖晃 開始啟動步驟 第一個開啟油開關 水瓶的位置由開關是關閉 第三步 將由開關往下 是由開關開啟的位置 第二步 電路開關 向上壓 是電路開關開啟 第三步 主封門 往左斑 如此就完成啟動前的準備 現在開始啟動 先拉到一定的位置 全力拉開 啟動後 立刻將主封門往右斑 這時候 儲守對面板上的 綠燈亮起來 即表示可以勾電 要關機 用油路關機 關至水瓶的位置 機器繼續運轉3至5分鐘 自然停止 這個關機方法是最好 讓你下次啟動好啟動 而電路開關 當然可以使用 但是一開關就立刻關